來到CFA指揮室的節目時間 直播室裏面有Alvin何敏 來自CFA Society香港的董事 亦都是我們CFA指揮室的嘉賓主持 直播室有Alvin加上朱子超 大家好 你好 這個話題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電台《財經台》 其實過去一年都有些節目 都是講ESG 你突然說在Control Room想講ESG 當然支持你 但是你想用什麼角度呢 我們用CFA來講ESG 當然是要講一些比較技術性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們很榮幸請到 東方匯理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就是李立德 我們簡單地叫他Alfred Alfred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東方匯理的董事總經理 就是北亞機構業務主管 中國除海外的董事總經理 多謝你Alfred 給我們聽眾時間 分享你對ESG的見解 不要這麼說 多謝你邀請我 多謝Alfred 這個話題從哪裡開始 很寬 我們想講 因為ESG對於 Corporate來講 也是一種做法 對於政府機構也是一種做法 當然CFA想講 對於我們Investment Performance 其實ESG帶來一些啟示 所以Alfred你可不可以從這裡講起 可以 可以 其實可能可以很簡單講一下 什麼是ESG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不停地講 這三個英文字母 很多人都以為是在講一件事 其實ESG是三個不同的事 第一個就是Environment 正在講氣候 大家都在講氣候變化 都引起很多不同的關注 包括綠色金融各樣東西 究竟怎樣公司可以做 可以令到整個生態環境更加平衡 更加有效地用資源 那S就是在講社會責任 很多投資者現在都開始關注 企業的社會責任 社會正面的關注是怎樣去做 做多些社會責任的機構 他們的表現是否真的會好些 這個待會跟大家再分享多些 那到G了 G就是Governance 就是企業的監管 那其實大家相信做投資的 都很明白這件事 基本上是一個資金研究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的東西 不過我們現在就把它 再嚴重一點去放大一點去看看 究竟在管理層的層面 他們有沒有一些獨立的管理的制度 去監察整間公司的運作 那所以ESG其實是講三件事 那如果很簡單 大家都會經常討論 ESG是否做善事 做善事 那投資是不應該做善事的 那是否會影響Performance 那就好看看究竟你用什麼方法 去進行ESG的Investment 那其實就有兩個 幾常用的方法 或者大家都經常討論的方法 一個叫Negative Screening 一個叫Positive Screening 那可能我們可以從這兩個方法 去討論多些 究竟如果用這兩個方法 是怎樣影響多個投資表現 那所以就Negative Screening 開始講起 好啊 其實Negative Screening 很久很久之前已經在用 很久很久之前 其實在17世紀的時候 已經開始在用 很久 真的很久 17世紀也有ESG 原來已經有ESG 那時候就看回原來是什麼機構 是一些教會用的 那些教會 其實就簡單的說 Negative Screening 簡單的說是什麼呢 就是我不買些什麼 我篩走了一部分的東西 那當時其實就是說 負面清單 你可以說的 那他們不買些什麼 對於他們來說 就是不買一些有罪惡感的公司 那其實是些什麼呢 就是現在可能你對回 我們叫做Gigs Actors 其實是些什麼呢 可能是一些Alcohol Tobacco 一些賭博業 或者一些生化武器 有關聯的雙類關的公司 那他們都會不買的 那這個其實是很早很早之前 已經出現了 沒錯 這個這樣的方法去做幾個事 那時候就沒有這個Term 沒錯 這個時候可能他做了 都不知道自己已經做了 所以他可能已經是幾百年前 那這個Negative Screening 其實你會想像到 你有一堆東西不能買的 那其實很明顯地 你就對那個表現是會有影響 是不是 那可以是好的影響 可以是不好的影響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很簡單給一個例子 大家看一下 過去那一年 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 一些所謂ESG的基監 或者ESG的策略 相對起它之前本身 那個Market Cap的Index 那個表現可能沒有那麼好的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很多ESG 尤其是Negative Screening 的Strategy 他們都可能不買很多油公司 很多Energy的公司 那過去那麽多年 不是過去那麽多年 過去那一年 大家都知道 油是其中一個SX 甚至乎是唯一一個SX Class 是2月開始 2月24號開始 是的 那個表現是很好的 相比其他任何的SX Classes 那你想像到如果我不可以買 因為Negative Screening的關係 因為我公司 決定用這個方法去 很多公司都是 其實無論是投資者 無論是一些 自己做好像這些資產管理公司 都可能已經決定了不可以買一些 一些同油或者用煤生產電力 這些類型的公司 那你可想而知 那個影響就一定會在 但是過去 撇除你說不計今年 你看過去再多之前幾年 其實你用Negative Screening 很簡單地 那個Performance 都已經好過你同類型的Benchmark 即是除了今年已經特別之外 就是過去都Work的 是的 過去你會見到其實都Work的 過去五年 那十年 其實可能只有兩三年 我們叫做Under-Performance相應的Indices 或者Benchmark 所以我會說 對Performance可以有正面的影響 這個就是Negative Screening 我們就講一下Positive Screening 可以 其實Positive Screening 有些人很簡單地去譯作 叫做Best-in-Class Best-in-Class的意思 就是說 他們在同一個行業 就會選最好的ESG Scoring 那隻公司或者股票或者債券去買的 可以跟大家舉個例子 其實這個例子就可以反映給大家看 究竟很老實講 那個Performance 很難說用Negative Screening好 還是Positive Screening好 不過我會有一個例子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間油公司 其實是一間在歐洲很出名的油公司 它2017年的時候 如果你用Negative Screening的方法去進行投資 這間公司是不能讓你買到的 Screen out 是的 因為已經screen out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大約有25%的能源 或者它的revenue 是由它用煤 用天然氣這些方法去提煉 是的 去提煉出來的 那你用Negative Screening 就很自然screen out 但是其實這間公司 如果你真的看下去 它已經進行一個 叫做 Energy Transition 它已經將它自己的能源 希望可以帶出一些天然可以再生的能源 例如Solar 例如Win 例如BioMask 這一類型的再生能源 你會看到如果你用Positive Screening 就是說Best in Class 你在這個行業裡面 找一間ESG Scoring做的公司 這間公司其實是很出名的 也很好的 可以說有多好呢 其實在一些其他ESG Information Provider 你會看到它的分數是很高的 甚至乎是3.A 而它的Performance 其實是很好的 很好的意思是 你用過去的5年去看 加上2022年到現在 過去的5年增加了300多個% 即是它的業績 是的 它的股價 其實如果是這樣說 一間公司都很mixed 對於我們去看 究竟Positive 或者Negative 我們怎樣取捨呢 如果是這樣 是的 其實如果作為一個投資者 或者作為一個S&M Manager 可以很簡單去說 兩樣東西都會有的 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什麼 其實如果你在全球分析 或者看有多少人用 一些ESG Investment的角度去看 最多人用的其實就是Negative Screening 因為最容易去做 最簡單 最直接 Positive Screening其實是很少很少人用的 最多最多人用是Negative Screening 加我們現在經常都講的 ESG Integration 即是將ESG這個融入去 你自己整個投資策略 或者Investment Process 會不會是難一點呢 即是你Positive Screening 你要有一個Methodology去找到 完全正確 因為你想像到我們剛才說 你要找Best in Class 即是你要人手 你要有資源 資源的意思 你都要找一些ESG Information Provider 去拿到那些相關ESG的資訊 然後你自己再加以分析 你才可以找到在同一個行業裡面 即是在ESG的表現最好的公司 所以你會見到其實 除了基金經理或者投資者 有份參與之外 ESG這些所謂Information Provider 其實都佔了一個很重要的比重 即是很重要的角色 我聽下去很實際 就要問Alfred 是不是用Positive的方法 成本會高一點呢 我不敢這樣講 但是事實是什麼呢 少些人用 而少些人用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剛才技術上 都很多配合 需要多幾個類似CFA的人 所以要有CFA的分析員去幫忙 才可以做得更加好 又貴一些 可能成本相對地是否會高一點 那就要看看究竟 這間公司自己的取態 是想做什麼來什麼 先休息一會 回來再談 回來直播室 還有CFA指揮室的節目 那一系列裡面 就是朱之超 我們的主持 我呢 Alfred就是CFA Society的代表 也叫做李立德 就是我們的 東方匯理資產有限公司的董事總經理 Alfred 歡迎你 再一次歡迎你 上半場呢 我們就講了 我們一個叫做 Negative Screening 和 Positive Screening 剛才都剛剛 在完結之前 就講到 其實我們 無論兩種裡面 可能需要很多 這個叫Data 或者不同的指標 其實這些Data是怎樣的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因為我們無論剛才說 Negative Screening 也好 Positive Screening 也好 大家要用什麼準則去做Screening 其實就是需要一些 好像你剛才所說的 Alfred的Data 一些Information 其實現在你會見到 無論是香港的Exchange 也好 或者全世界各地的Exchange 如果是股票的話 很多規則已經加進去ESG 簡單來說 你所有上市的公司 都要披露自己一些 ESG的Information 很多頁 很多很多頁 每間公司自己都出一個 那些 Responsible Investment Report 有些就合在一起 有些就合在一起 有些合在一起 各樣東西 那究竟 是不是真的代表 每間資產管理公司 或者每個投資者 要自己去Earn all 所有東西 你看不完那麼多 也買不完那麼多去看 所以就出現了 叫ESG Information Provider 或者ESG Data Provider 市面上其實有很多很多 大型的公司又有 很小型的公司又有 很專門 只是做某一類型的資訊 也都有 譬如是說 有些公司專門做碳排放的 他就會看回每間公司 他的碳排放的比例是怎樣 究竟他無論是 他在Assets那個層面 即是他可能和大廈 他有的 大廈那個碳排放 究竟他的節約能源 情況做得好不好 又會看 如果是航空公司 那更加想像到 那個碳排放也會相對地高 會有很多不同 專門的ESG Information Provider 去提供不同類型的資訊 他們很簡單的 通常每間公司都會有分數 每間Data公司都會用不同的分數 有些是1-5 有些是A-G 或者是A-Z 這樣去做 你會看到 然後就會方便到投資者 甚至乎我們用家叫做 Fund Manager 就會看到 那間公司 在這個ESG Information Provider 在那個層面 他們的分數是多少 大部分的基金公司 都不只用一個 的Information Provider 這些是他們要訂閱的 是嗎 這個其實就是一門生意 你會想像到 ESG Information Provider 這是一個很大的平台 很大的生意 我會說 其實這個是一個 我經常都說的 這是一個Ecosystem 如果你有一個監管 是需要到ESG才可以做的 那你就會衍生到 一些投資基金經理 或者投資人 就會去買這些 ESG Information Provider 因為我們監管 我們需要披露 我們需要知道 那ESG Information Provider 知道這件事情 也會去做 其實就好像我們說 會計都是一個Information 是的 絕對是 審計師幫我們去 將盤數 用一個準則去做出來 沒錯 你說的準則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就是為什麼呢 其實現在ESG 是沒有一個清晰的準則 究竟哪一個為之大的趨勢 譬如大家可能很簡單 現在過去20年 你都用開的 就是買債券的時候 大家會知道有一個評級 那大家就會知道 投資級別是多少 就是BBB減 那些就是投資評級 現在你在ESG上 大家不知道究竟是AA A1 2 3 4 還是完全沒有一個 世界通行的準則去說的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無論是股票 無論是債券 在ESG的層面 其實你應該在公司的層面去做 因為有間公司 其實可以出一個債券 未必是Green Bonds 但是那間公司的ESG評級補高的時候 你可能買那間公司的一個普通的債券 已經是幫助世界 作出一個正面的影響 我想問一下Alfred 如果這樣說 提到一個scoring 譬如用回坊間的評級機構 其實ESG走的路線 會不會將來你看到 好像幾大評級機構 給予一些評分 就形成一個行業的標準 這個其實就是我希望 樂意見到的東西 因為好像我剛才說 沒有一個準則 沒有一個機制 可以告訴別人 究竟這間公司 其實是一個全球 或者全部人都認同的準則底下 它的評分是多少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所以就會導致為什麼 我剛才說過很多基金經理 他們用這些ESG評級補高 不只用一個 原因就是你會想 不要說集百家之數的牆這麼誇張 但是你要多拿幾間ESG評級補高 了解一下 究竟他們怎樣 去給這個分數 這間公司 從而你就會得到一個 比較全面合理 客觀的分析 這間公司究竟它的ESG 是做得怎樣 在這個話題上 我另外一個很有興趣想知道 剛才上本場我們也說過 油公司可能有一個轉折 因為2月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看看 其實ESG的performance 是怎樣 不算有這個factor之外 其實不算有這個factor 很多人都在討論 如果ESG比較強的基金或者策略 他們都會一些factor的bias 大部分的factor的bias 就會去增長 即是growth那一面 你會見到過去幾年 其實growth這個factor 是做得很好 做得非常之好 為什麼 就是因為naturally 你會見到在ESG screening 做了無論是negative也好 或者positive也好 你會見到它是篩走了一些 比較我們叫做value 2的stock 相對地 所以有些人都會這樣 價值股就會篩走 價值股就會篩走 對 價值股就會篩走 簡單來說 譬如剛才我們講的energy 類型的股票 你見到tobacco也好 這些類型的 其實你都可以傾向value 價值型的股票來的 所以你會見到過去幾年 為什麼ESG其中一個 如果你要去解釋 那個performance 做得好不好 你過去幾年為什麼做得好 那些人就會用這個方法去解釋 但是其實如果你可以長遠一點 陷陷你呢 其實我就是想說 其實你很想像到 長遠一點 你去看這件事的話 為什麼你會 ESG的公司的performance會好呢 就是簡單的說 你會期望那間公司 他們的可持續性是更加高的 當你一間公司 可持續性更加高的時候 無論是你公司的營運的層面 你公司的賺錢的能力 各樣東西 其實是會高了的 當你這樣高了的時候 代表你一間公司的股價 或者你的債券 你的穩健度也會相對地高了 所以你從長遠的角度去看 ESG應該是可以幫到投資者 獲得一個更加的可觀的回報 有時候我會聽到 有一些說法 將ESG再抬高 發展到 譬如說可持續發展 那個SDG 我想都要弄清一個概念 其實Efford 你會怎樣形容SDG和ESG 即是兩者的關係 其實兩者的關係 我會這樣形容 就是SDG是很清楚 說都給大家知道 究竟由一至十七個 每一個 究竟他們想達到什麼目的 達到想做到什麼 那ESG 剛才一開始 其實我們都討論過 其實是三樣東西 那SDG 你會說 Enfermental 其實就有6至7個ESG 因為可能有Water 有Waste Management 其實這些就跟E 那個相關層面多些 有些會說是Inequality 即是平不平等 你會說會不會有同工的問題 那就跟S有關 那你去到Governance 其實你講整個 我們叫做board structure 即是董事局 男女的平衡 那樣東西 這個你都可以在 Governance方面 去看 所以說ESG和SDG的關係 我會形容為 他們兩個是可以互相解釋 或者你用ESG的方法 做投資的時候 你就可能可以 某程度上 符合到某些SDG的要求 那我想最後一個問題想問 如果我作為一個 當我是一個ESG的investor 我想我的performance好一點 那你有什麼建議 其實如果是 那個performance好一點的話 我會說其實是傾向用 Positive Screening 這些類型的方法 是理論上 應該可以幫到這個performance 做多一點功課 簡單的說 Exactly 就是你要做多一點功課 你會想像到其實 Negmatic Screening 是一個相對簡單 易執行的辦法 去令到你做投資的時候 有一個ESG的做法 所以你會了解 如果你用Positive的時候 你會知道 我在買這間公司 你做過研究之後 究竟它真真正正對 社會的正面影響 是怎樣做 如果你做完功課 你都發覺它的ESG score 是真的高的時候 理論上 公司好像剛才所說 它長遠的發展 它長遠的表現 應該都會是好 其實都是跟我們的理念 即CFA的理念 都是很一致的 我們就是要 Fundamental Analysis 只不過現在更加專業 更加前衛少少 或者Fashionable 說它要ESG compliance 是 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趨勢 希望有機會 可以再跟Alfred 在節目裡再談 時間關係 就講到這裡 謝謝Alfred 謝謝大家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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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